接下来闪亮登场的是一只高6米重25吨的超级仿生机械巨兽 它的名字叫熊北北 昨天熊北北正是被唤醒成了大连市民的团宠 在位于大连冰山会谷的熊洞街 这只被唤醒的机械巨兽白熊就是熊北北 身高6米 体重25吨 别看身形巨大 但是人家可是一只灵活的胖熊 眨眼卖萌 低头摆pose 仰天长笑 吹胡子瞪眼 喷水土雾等等 一个个仿生动作被他拿捏的恰当好处 之所以起名熊北北 因为他和咱们北方有着不解之缘 这么又酣泰 又可居的 然后又和我力量的一个大熊 它代表我们北方人的这种性格 所以第一个北是东北的北 北方的北 另一个北就是北斗七星的北 我认为北斗七星是我们北方人的首部星座 它又是大熊星座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巧合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两个北 尽管熊北北现在还在内测阶段 但它的装备堪称精良 既有对东方元素的提炼与再创作 又融合了高科技特效 数字化内容和多项集成化机械结构设计 足以媲美国火人节 西班牙法雅节上的巨型艺术装置 最特别是我们做这个创作的时候 它是为这个大连这个城市创造的 充满了对这个城市的热爱和深情 这个整个的创作从情感到技术 都是目前为止我 我做的所有创作中一个巅峰的状态 经过唤醒和内测 熊北北还将逐步进行自如行走和驾程等功能升级 以熊北北为核心IP 搭乘冰山会谷的工业峰 大连市还将进一步整合创意文旅和生活科技等多种业台 打造大连熊洞街新地标 并将于6月1日正式开门迎客 本台报道